我们录个视频啊 小莫凡呢 莫凡 和莫凡 小伊凡呢 小伊凡 汉青 谁叫伊凡呢 汉青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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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阳你在哭一道的泥 小小元 小牧城啊 牧城 我给他 现在就应该就是培养他 这一件没烟门 像他多卷啊 你看我18年就考大学了 小秀然他有18年就上大学了 小莫凡呢 你看他一天就只有嘎嘎来 上刺刀 好死亡 好死亡 这一嘎嘎 这小奶瓶一怼上 就水就消点 小秀然 然然呢 莫凡 烦烦闹 汉青 清清啊 我这几天不正在给小孩起名吗 我刚才试了几个名 我看我叫哪个名叫得朗朗山口 选了几个备用名 但是我还觉得那个孙孝然 我比较倾向这个名 然后吴华华她喜欢孙莫凡 她喜欢这个名 我喜欢孙孝然 潇洒自然孙孝然 而且这个孙孝然这个寓意也比较好 这正如我就是对她未来的一个期盼吧 因为我呢 说对她未来 长大成为有钱有权的人 当然了 你要成为有钱有权的人更好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对你的一个期盼 因为我自己都没钱没权 我为什么要要求她有钱有权呢 自己的平庸 为什么要让后一代 要让她一定要不平庸呢 但是我对她一个期盼是什么呢 这个名字的寓意就是恩卡 有自己的个性 不被世俗规矩磨平棱角 外缘内方长成有贫有形的人 对 你可以没钱没钱 到一定要有贫有形 这就是我对她未来成长的一个期盼 这个名字多好啊 潇洒自然孙孝然 寓意也很好 她非得要叫莫凡 你们觉得莫凡和孝然哪个好听 然后还有人问我 昨天我不说 我说大家有没有好名字 姓孙的 有没有好名字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哎 吴泡泡儿子为什么姓孙呢 因为他亲爹姓孙呢 吴泡泡他也左右不了啊 这孩子也得姓孙 有人说是不是随我姓啊 不随我姓 我姓凡 但这孩子姓孙啊 因为他亲爹姓孙 吴泡泡呢 他也是同意的啊 你说昨天我说让大家帮起名 你看大家起那些名 我都说过 我这些网友啊 除了一批四叔大的 剩下一批就是不正经给你 不正经给你起的 四叔大给你起的名字 来 我给你们读一下 他们给我起的名 给你们读一下网友给起的名字 你看他正不正经 他们都 孙吴 孙小子 孙小跑 孙迅 孙大圣 孙百万 孙跑跑 孙腾飞 孙子兵法 孙秋雨 孙凡凡 孙红 孙顺兮 孙无谢 孙孟凡 孙家动 孙家齐 孙浩然 孙力人 孙发财 孙福贵 孙步跑 孙子兵法 孙拳 孙悟空 起孙大圣的还不少 孙凡胜 孙小谷 孙文 取孙悟空的也不少 孙一龙 孙快跑 孙凡浩 孙盲 孙胖子 孙有才 孙广发 孙长发 孙茂财 我就说嘛 我说我这里除了不正经 就四十大的 就他们给起的名字都说 他五十岁都不用 我什么孙茂财孙广发 我怎么觉得现在我都得七十岁才能有这名字呢 孙天忆 孙玉岸 孙牟臣 孙心达 孙昌友 孙艳迪 孙宇 孙仲某 孙牟 还有孙吴胜 孙未来 孙子 这些人 除了四十大 我不就说就不正经 你说拿好一个说的 咱就现代化一点的名字 你说 你说他们起的 没起那些什么 建国呢 什么白杠上 还不错呢 那 所以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 孙孝然这个名字 其实也挺大众的 叫这个名字也不少 但是也起不出啥太好的名字 你说孙孝然是不是比孙茂凡好听 孙宇安呢 随语而安 孙宇安 然后孙莫凡 孙莫凡 孙孝然 孝然呐 你看照样叫的 朗朗上 孝然呐 还哭呢 孝然 是不是啊 朗朗上口 莫凡好 有一个作家叫莫凡 我就不想叫那个 你们觉得哪个名字好听 莫凡或孝然 莫凡和孝然 那 miro 我 progressing